金融市4月25号新增337例 年龄别以45岁到54岁最高占20% 确诊者居家医疗照护服务计划 到4月25号为止已经累计评估835人 其中利用快速通道有440人 780人完成健康条件审核 符合资格已派案575人 专责病床方面 牛昌表示将在增加40床 总数扩增到147床 而在4月25号与卫福部长陈时中 及其他县市首长的视讯会议后 牛昌也宣布遵照中央指示 从4月26号起不再公布确诊者疫调足迹 我们今天还是会发布公共疫调的足迹 会以新闻稿还有市府官网 还有LINE的群组的推播来公布 不过今天早上在这个中央的一个会议 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指示 那我们在明天起 我们会依照中央的订定的一个原则 不再公布确诊者的一个公共足迹 除非是有非常特殊的这种情形 我们才会另行公布 不过原则上我们就遵照中央的一个规划跟指示 我们明天起不再公布确诊者的一个足迹 对于中央拟缩短居家隔离天数为3加4 牛昌表示居个单会塞车 是因为依照现行SOP以人工开启电子围离 要耗费地方政府非常多的时间与能力 因此如果没有更有效的配套 居个单还是会塞车发布出来 这个卫生所的同仁他必须去一个一个打电话跟居格者确认 这个人工的一个花费的一个时间跟能力非常的庞大 也几乎把我们所有的力气耗尽 这个才是真正居格塞单的这个瓶颈 所以我想现在中央打算让这个确诊者或者是学校还有企业 来协助填单来匡列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要居格的人 我想这一点是正确的一个方向 那不过除非中央有准备做政策的一个调整 比如说把居格者电子围离的这个政策来做取消 或者来做修正或者是这个电子的居格单 直接由中央的一个系统来做发送 否则在现在确诊者还有这个居格数大幅增加的一个状况之下 即便是改成三加四天 那那个三天的时候地方可能还是应付不来 居格单塞车的这个状况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被得到解决 至于外界关切妇产科新生而染 疫事件 金融市卫生局长吴哲成也从疫调结果 还原4月22号当天的传染途径 整所收到这一个工作人员的通知 他立即对于现场总共有18个新生儿马上做快塞 那结果发现18个里面有三个是快塞阳性 这时候就通报我们卫生局 那卫生局在当天的夜晚马上去介入去处理 那对于18个的新生儿还有整个诊所的其他工作人员 一直到4月23号的凌晨全部采了77位的PCR 那其中就是有6位的新生儿是PCR阳性 当然是包括了原有的快塞三位新生儿的阳性 另外在新生儿市还有一位工作人员也是阳性 还有一位就是阳性婴儿的父亲 另外对于家长最关心的校园停课标准部分 刘昌透露教育部将邀及各县市教育首长 商讨全国新的停课填数标准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